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西湖上的月光是有灰映的 因为西湖中间还有额外的三分月光是有灰映的 蓝姐呢 有一年我在高原上 在远处的雪山中间 挂着一轮超级巨大的月亮 沉静的月亮好像就在眼前伸手就能摘到 好美 我觉得这辈子不会忘记那晚的月亮 其实关于月亮的形容就像一首诗 今天我们的节目 观察的对象也跟月亮有关 有余情人被称作月亮的孩子 这次我们要去一趟南京 认识五位特别的朋友 在他们身上笼罩着人世间温柔的月光 我这个人不管什么时候拍照都是非常紧张 我没有镜头感 我叫李陈刚 今年三十岁 我是一名白化症患者 我叫杨春 也是一名白化症患者 我叫耿南南 我叫夏生 我叫沈安 来自江苏南京 现在三十二岁 我是一名白化症患者 我们天生嘛就是睫毛啊还有眉毛都是白色的嘛 我是染过的 视力方面也是有影响 毕竟我们视力可能和常人来说可能要低 我们的皮肤还有这个眼睛都是比较怕光 所以就叫月亮的孩子 黑色素是0% 所以我觉得我是标准的白色 街上看到某个女生妆化得特别白 会举起手去比一下 我觉得白化症是一个很好理解的东西 这个只是一个症状 医学上 白化症属于隐性遗传病 由于基因突变 导致黑色素缺乏 患者的皮肤和毛发都趋近于白色 在中国白化症患者人数接近9万 作为罕见病的一种 它的发病率约为1万7千分之一 正是因为这罕见的万分之一 大部分人对于白化症知之甚少 像很多正常人他不懂 他就会觉得你会不会有传染病啊 就会认为你是不是白颠峰啊 还有一种很奇葩 说我们吃盐吃多了 然后会导致这样子的 有的人说是老外 有的人说你看这个白米大侠呀 恐惧的那种 离我们一躲躲老远的那种 让我们感觉就是 说不出那种心境 不了解带来恐惧 也带来误解 现实中 白化症患者被贴上了许多标签 这其中有些拒绝 让他们倍感挫败 就是在就业问题上 真的是觉得很失败 大学毕业那一年 头简历估计都不下上百次 大大小小的行业 被距离应该有二十次以上 我可以做到的东西 但是还是依然被人否决 经常是鄙视能够通过 然后到面试环节被刷了 就是面试的三个人 把那个就是收集那个面试材料的 那个女的给骂了一顿 她说这个人你为什么把他放进来了 他会觉得我选择一个正常人 比选择一个有白化症的人要好 出于对病症的本能排斥 人人平等的就业机会 在他们面前有了差别 有些人可能他对别人的评价 就是从外表上先开始的 这种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其实我可以做了 但是人家认为做不了 那决定权在于别人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改变什么 真的无法改变吗 也许今天的观察 能让我们从每个人那里 找到答案 接下来就是想邀请继续 陪我们一起进行一个特殊的观察 游灵去蔑视一份工作 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将访谈中屡次提及的 就业被歧视进行了还原 我个人觉得你的形象 不适合我们公司 白化症在工作这方面 不会有造成任何影响的 这个您真的可以放心 哪个公司他不看中个人的形象呢 你们这样的情况 干嘛出来找工作啊 目睹这样一幕 毫不知情的顾客会怎么做 观察开始 目睹这样一幕 公司提供一个丝骨 对 具体的 有他来的草莓 超伤感的方法 您好 杨经理是吧 大家好 我是来面试的 这是我的简历 杨经理是吧 杨经理是吧 放它 放它 你的头发是什么情况 先天性的就是基因问题 然后就是皮肤和那个头发 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 工作上面不够有这个影响 别别别别 你不用解释 你这个简历 我也大概地看了一下 就那样 以前应聘的一直就是 接线员的那个工作 做过好多年了 然后对这块也特别了解 这些工作基本上我都可以做 我去应聘的这一工作 我自己也会生死 几乎都是室内的 客服打打电话接接电话的 如同曾经的许多次面试 白化症求职者积极争取着工作 但经理的用人标准有些跑偏 什么话跟你讲 像我们这样的大公司 跟你以前应聘的公司还不一样 工作能力都是次要 最重要的是个人的形象 外表 你这个形象就不用我多讲了吧 男演员卖力强调着形象两个字 不管你的工作能力怎么样 但是你的外表 在我看来 是绝对被pass掉的 不成想 有人也将经理列入了pass掉的黑名单 表情就是 我实在听不下去 你不要污染了我的视听 你讲了那么多 你那都听明白了吧 那个经理 不信你哪怕你给我一个机会 你让我身边休息 我觉得这个服务院 你要去找 可以 你可以上别的地方去找 我这不可适 电话客户应该不会特别在意我这些的 不介意 你也挺有勇气的 要不要我帮你问问 他这样的女士 你会介意吗 我为什么要介意啊 我为什么要介意啊 我就介意等你长成你这个鬼啊 女士语调带着姜怀的绵软 却句句 免礼藏真 你这形象简直差的太多了 我今天认为 这女孩的形象比您强很多 真的 看我们可以接受 你永远不接受 一切人之道 玩其人之身 你去问一下你们老板 这样说话有不 就是欲辱你们公司身上 你凭什么以人家的外表来侮辱人家呀 白花病就不能工作了吗 无论什么病的人 都是和正常人一样有权利的 你不要把某些事情给恶魔化了 给丑化了 其实我觉得我并没有被白花病给困住 我被束缚的东西就是因为外界 99%都是来自周围人的眼光 我一进去那种眼光 让我自己感觉就是很特别 对一个心理承受能力有限的人 意味着很大的打击 所以 是时候优雅的终结那些眼光了 你再跟我说 小心我抽你啊 实话实讲啊 你这个叫实话实讲 我就差点往你脸上脱水了 她声音特别的温柔妩媚 但是里面的每一句话 表达是镇定有声的 江南女子不可小看 被她讲话了 她讲话的话 我耳朵都侮辱了 我也不想说多讲 而面对求职被拒的杨春 刚才的温柔一刀只剩温柔 那这个人是真坏 别理她 她说那些话 你千万别上心 做电话扣服也挺好的呀 你声音这么好听 毕竟我和别人不太一样 没事儿 我们就没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觉得你信任我们还是信任她呀 对吧 别理她 对 对 你一见了我还觉得 你们可能是时尚的一个工作 真的 我觉得挺好的 我们俩都觉得 我们三个觉得很不错 对自己要有信心 谢谢你们 都说吴农阮宇最动人 而女士身上既见柔美 没事儿 我们就没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 更不发疯狂 你再跟我说 下次我抽你了 现在去感谢她吧 刚是不是有开导一个女孩 没关系的 这个都应该这样的 我看你当时就是一直都撑着头 我怕我多看她两眼 我估计我要把这个水泼上去给她 居然有人会因为这样的一些 外表上的不同 去说出一些比较侮辱性的话语 我实在是也觉得不可取吧 净好她先走了 对 以前有了解过百花症这个群体 我知道的 只是外表有不同 我没觉得内心有什么不同 其实这个女孩子很漂亮的 而且她内心也 我觉得还是挺勇敢的 您对这些不同的描述 都是很轻妙淡写的 我觉得只要人心是善良的 她应该不会去 关注到这些外表的不同吧 你不要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她 那她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了 不要觉得说她 她是不同的 所以我要去接纳她 不是这样的 而是我压根没觉得她不同 我好喜欢她呀 人家本来就跟我们 没有什么不同啊 她就心里已经 没有这个分别心了 她有什么需要接纳的吗 这个女士整个的介入过程 没有看出她特别灵力 她是一个不需要气势 然后通过逻辑 就把自己的气势 展现得淋漓尽致的人 这一次其实我们并不是一个演员在实演 是真正的这群白话病的朋友们 他们已经遭遇过这样的困境 有些工作可能确实一看 胜任起来 对她本人也是一种特苛刻的 这么一件事了 那就算了 但是人最容易犯的就是 当选择权在我手里 当我在此时此刻有优势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种优势 扩大化到对别人的人生攻击 这就是一种卑鄙了 实际上她是在玩弄别人 对获得这份工作的期望 然后到最后让你落空 她就很卑鄙了 我接触过百化症的这种患者 他们其实说实在的 除了自身的病症给带来的一些困扰之外 给他们带来最大伤害和困扰的 就是周围人的注视 每一种目光甚至是同情 都是具有杀伤力的 其实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处境 该看到她我就看到她 该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你不能有分别性 没什么不同 接下来我们会遇到一位特别的南京阿姨 看到她呢 让我想起了港区里面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 叫做人哪 最要紧的就是开心 她对于我们的这一幕又会有怎样的应对 我应聘的这个电话客服我以前也做过 反正我这个人比较有耐心啊 心态也还可以 你这个头发是什么情况 这个就是那个基因的问题 剩下来就这样 但是不影响公司 你说不影响就不影响了嘛 咱们这是大公司 可以带你到我们公司那边去看一下 看看我们公司里面的 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你这样的形象还需要我讲吗 一部分人就是觉得我的外表会影响到她的店里的形象之类的 她说你这种形象无法生人知道吧 可能从事任何职业都会被别人在外表这方面去被人比较 从你一进门到坐下 我一看到你这样的形象 我就够了解了 经理所谓的了解 却是对白化症最大的误解 形象 形象的事情你懂吗 形象真没问题 现在这个世界的审美越来越多元化 出来应聘的人 一抓一大忙 太多太多 我为什么不找一个正常感染 你这个病传不传染 我还不知道呢 但是基因上的问题 不存在外界传染 杨春努力解释着 而周围顾客 似乎都忙碌着各自的话题 来不及关心这场特殊的面试 从今往后呢 也不用再给我们公司去投了 我个人觉得你不适合我们公司 我个人觉得你不适合我们公司 谁知一场关心却突然而至 你别听那个刚才那个男的讲那些东西 其实他讲的话我都听到了 大家都是爸爸妈妈生的 你要在乎他讲的这些话干嘛 对不对 原来背对着的大姐其实一直在留意 我觉得他讲话太那个了 其实我刚才我都想骂他真的 但是我想上了 人家大家这边都是安静的环境 人家都是来喝茶的对吧 这样就没意思 别伤心 工作肯定会找到的 他不接受你 不代表别人不接受你 对不对 他的这种虚导 他的这种陪伴 出现得很及时 有儿的老板我肯定接受你 我问题是我不老板 我就感觉是不是我四个儿有问题 我觉得你长得还是蛮好看的 白白的 有什么问题啊 我觉得话五元主要声音好听 对不起吗 至少比我好听 我讲话声音就像男生声音一样 蛮好蛮好 真的蛮好 可以自己要议自己 自己辛苦 大姐声音虽然沙哑 但言语间都是细腻的关心 让你可以去社区 可以让社区的人帮你介绍 介绍工作 你可以到那个什么职业介绍所去 也可以去问一问 但是不要上当初骗气 我们赶紧有个介绍工作人员 因为职业介绍所叫什么地方呢 我知道 所以还是到社区去问 因为社区 如果问的话 它比较混当一点 赶紧是有的 有介绍的 别急急 赶紧该干嘛干嘛 抓紧时间 该找下一个工作 去找下一个 什么事都不叫事 与其 因为眼前出现了这么一个人 你生气 你还不如用这点时间 去干点真正有意义的事 老姑娘别纠结 这样一纠结了 心里面就有一个结了 有一个结就想不通 别想不通 心得开朗一点 心情愉快一点 自己活得开心 不要为这种人讲话而伤心 这份表达是实在关心 也是浓浓人情 作为就是应聘的就是那个经理 他不能这样子伤害人家自尊心 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异样啊 我觉得我能接受他 你了解过这个病症 以前我小学的时候有个同学 也是这个毛病 我们小时候 我们那些同学家门口的人 也没有歧视他呀 大家都跟他在一起玩 人老了都会头发白 有什么意外的 我觉得不太意外 因为我性格比较直 我觉得没什么不妥 他皮肤白 我还想皮肤白一点呢 我觉得我自己皮肤还黑得不得了 您刚开始第一句话 其实就夸他就是鼓励他 对啊 要鼓励他呀 可能我是当妈妈的 我觉得真蛮心疼他的 如果他是我的孩子的话 那我肯定拿他当快宝 谢谢您 谢谢您 您刚愿意跟他分享那么多 谢谢 我觉得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要开心 用抱一下 用抱一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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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不关系 我觉得你找到哪个看 没有跑 快 今天还给我上了个电视 你不要吵笑吗 好可爱 快 今天还给我上了个电视 咱们老大姐最开始挺逗的 其实他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这个人这个状态 我是懒得理他的 我不会用他的错误 惩罚我自己 我安慰我想安慰的 我不去搭理那个 让我价值观上难以接受的 我都接受不了这个人 让他赶紧过去 其实我倒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自救的和自我保护的经验 每次遇到这种事的时候 默默地在心中重复一遍 他都经历了什么 才会对世界投射这么大的恶意 反正我不接受你的恶意 你自个儿留着吧 就是你可能投射给我万千的恶意 但是因为我自己的内心 是一片的祥和 所以你这些东西都 没有办法伤害到我 有一句流行的话叫 我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错误 来惩罚自己 刚才这个老大姐就是这个状态 一定要开心 在所有能开心的时间里面 尽可能让自己开心起来 我觉得是人生的真谛之一 刚才的观察当中 我们遇到的是这位大姐 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人 出现在我们的镜头当中 而她带来的 会不会是满满的 治愈力和能量值呢 你放心吧 就是我们这个白化病这块 就是基因上面的问题 其实你要是给我一个机会 我也能胜任这块工作 形象这两个字的含义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你要是去啊 这一甩头我跟你说是带情绪的 我把你给照进去啊 你影响到了我们其他员工了 怎么办 再说你这个传不传然 这一次 没等经理误解加深 一个小小只的身影 立即开始了战斗 这个传不传然 你影响到了我们其他员工了 怎么办 一个男人这样说话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他 他上了的立场 站在女人这边 他站在性别里咋着这时候 一个男生不应该这样对一个女生吗 是他要找工作啊 你不是说不露台了吗 你不是这话已经放在这了吗 你不应该站到舞这边来吗 我们是正常人了 这是什么 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你是在什么公司 深朝人类研究所公司吗 一个男生不应该这样对一个女生吗 你什么地方 别生气 你到底想什么派人 不是 让我们去吗 你到底想什么派人 别拭去 请 请 请 今天这个结果呢 我们也跟你讲过了 我们公司是不会要你的 对 我们公司是不会要你的 赶跑经历 女孩很快收拾好了情绪 她笑了 性情众人 谢谢 我感觉你真的漂亮 为什么皮肤白 这个白色不好看 我觉得很好看 大家颜色不一样 但是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没有关系 还有白人黑人各种人 那有什么关系 就围着还长得漂亮 刚进来的时候 吃饭的今天超好看 而且好多人都 就把头发染成的这种颜色 就奶奶会 你说像我这样 能找到的 虽然很难 但是 你又知道 就是 如果你遇到了很多很多挫折 那最后成功起来 一定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就这些经历的东西会一定会汇报给你 一定一定都汇报给你的 真是个暖人的小姑娘 漫漫人生路 那些对生活的认真 最终都会得到回想吧 所以在披荆展集之前 再来个满怀的拥抱吧 打败沮丧后 女孩又有了新主意 你要补妆布 我要画照片 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初次见面 立刻拿出自己的化妆品 不回不回不回 你同意了 开心 太有人了 对吧 开心 开心色 不要笑 不要动 不要嫌弃就行了 我自己的家化妆都是 都是 我化妆品都变不全的 不能别人说什么 只要你相信自己是漂亮的 那你就是最漂亮的 嗯 我觉得你也挺善良的 这样的人有很多 如果是 我们俩比较优越 一个人在南京吗 嗯 辛苦 真的 辛苦啊 好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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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眼 好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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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好漂亮 真的啊 眼睛好漂亮 你眼睛红膜是白色的 好漂亮好漂亮 今天社会你想干嘛 你想当调就识了 哇 真特别 你看女孩子好像 想做这个 想做这个都好少哦 自己想要做别人 无论说什么都要去完成 因为就自己为自己活的 我觉得 凶一点 好 凶一点 我觉得你以后可以凶一点 有些关心如果仅仅是语言的话 说出来是无力的 嗯 但是一边给你做这亲密行动的时候 一边再说出这种关心来 就很走心了 你不需要去改变自己 就是为了他说的什么烫个头 让个头发受的脏 就这样最好 好看 好看吗 好看 好看 嗯 这个口头色号是 就 我们总说 生活需要仪式感 纯白的人生也一样 化个美美的妆 前进吧 哈喽 你好 我看到你们两个都很触动 就我们那点比较低不可以 就二十四小时 两个小时再掉眼泪 谁要时间再吃喝睡觉 一个男孩子不可以这样 对一个女孩子说话 就长得不一样 也要影响相处嘛 嗯 那那 那欧洲人 非洲人 好多人呢 都不一样 这样就只有小学文化人 才能说出来 你说过教育的人 不可能这样说 你了解过这个 我学生物的 我有同学也会这样 但很正常 就只有也是白色的头发 然后皮膚就跟他相处什么的 又开玩笑 闹他 后来还有帮他 就是整理那个妆容 精致吗 精致啊 耶 开心 因为我化妆很爱 我觉得你画得很好看 对啊 很适合他 是吧 是吧 我也觉得 我觉得很厉害 来 谢谢 他自己也说自己泪点滴嘛 因为他同理性特别强 他一看到这种受伤的人 他很容易会带入进去 我觉得泪点滴 有时候是一种幸福 因为你能感知到 别人无法感知到的 那种细微的世界 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会格外地丰富 像我们表达感情的时候 往往会比较克制 这个小女孩完全不是 她爱憎尊明 而且所有的一切 都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天真 给人的冲击力很强啊 非常非常强 尤其他中间有一个 你一个人在南京吗 辛苦了 一个人在南京吗 辛苦了 当时我机灵一下 多长时间 没有人跟我道过一句辛苦了 他张开的时候 你都觉得这个人在阳光中 是可以飞越的 就像一个小天使一样 室内的观察 在我们这位女孩 满满的治愈能量当中 就结束了 不过很快 要开启新一轮的观察 有请我们的朋友 杨春戴上面具 在春日的南京街头 向走过的路人 提出一个请求 面对这份特殊的邀请 你又会怎么做 我们的观察地点 位于南京最繁华的新街口 杨春戴上了面具 你说实话 我想尝试跟别人去 更近距离接触 但是有的时候 还是有个人原因吧 还是有一些胆怯 毕竟我觉得 还是底气不够足 他没尝试过 对姑娘来说 也是他的一次大胆 那么 当一位白化症患者 提出这样的请求 拍摄当天 南京突然见温 冷风肆虐下 过往的路人 都抱紧了手臂 你在街头和一个陌生人之间 打破身体的障碍去拥抱 我觉得多数人 可能还是会有一个 本能的隔阂 有没有人可能 迈开这一步 谢谢 非常郑重 在进行这个仪式之前 想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 这个很可爱 你要抱一下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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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给你玩吧 没事 没事 你要抱一下吗 谢谢 你要好好的 好笑 这个拥抱是一乘以二 谢谢 嗯 给我生活一下 啊 啊 啊 你好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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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远处站着家长呢 其实这个拥抱 也不光是一个小朋友的拥抱 对家庭给她的拥抱 你看蹦蹦跳跳的走了 你看蹦蹦跳跳的走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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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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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已经跨过去这一道坎了 我没有就是说 把自己当成一个白化症患者 反而是到那样点 我现在的认为 其实你只要能够一直地往前看 你可能就不会太在意这些问题 昨天已经过去了 明天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状态 我只要做努力着今天就行了 我觉得未来 那也肯定我占上风 我和别人是有不同的 但这种不同 我和别人是有不同的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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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不用謝 這家公子人我第一次在裡面 加油囉 謝謝 謝謝 加油喔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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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怎麼做的全部內容 本節目是由PBmoney理財獨家冠名 關注官方微信號PBmoney理財 究竟會贏得萬元理財金 我們的節目還有明辰健康地花之秀 聯合特約播出 大家可以在愛奇艺來收看節目的完整視頻 還可以通過中國青年網 中國新聞網 中國網娛樂頻道 騰訊娛樂 鳳凰娛娛樂 今日頭條金會客户單 和ZAK新的客户單 了解更多的相關資訊 好了朋友們 我們下集同一時間 再會 我們下集團 我們下集團